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放在天平上 会发现天平指针产生偏转 诶 那不就表示这些东西具有质量 是的 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物质 凡是占有空间 具有质量的 我们就称为物质 例如空气 矿物与海水都是由物质所组成 根据物质体积和形状的性质 我们可将物质分为固态 液态与气态 台湾之宝首摇饮料珍珠奶茶 能够装进各式各样的容器 因为奶茶是液态物质 体积会固定 但形状会随容器改变 而饮料中的珍珠放入容器内 仍维持圆来圆圆的形状 则是因为固态物质 就算放进容器中 形状与体积也不会改变 首摇饮料店的装饰气球 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弹性压缩 我们都知道 气球内装有气态物质 请你观察一下 这颗被压缩的气球 气态物质的体积和形状 有什么特性呢 同一种物质 在不同温度及压力的条件下 能在三态间转换 以我们熟悉的水为例子 常温常压时 水为液态 低于零度C时 水呈现固态的冰 高于一百度C时 则呈现气态的水蒸气 若将氮气降温到-196度C时 氮气会由气态变为液态 若将金块加热至1064度C 能使金块从固体融化为液体 这种固态 液态 气态间的转换 物质只有状态或外观改变 本质没有改变 也没有产生新的新物质 就叫做物理变化 那么什么是化学变化呢 像是木材燃烧后 除了本质改变 还产生了新物质 二氧化碳与水 大理石加上锡盐酸后 产生了新物质 二氧化碳 这种变化后 物质本质改变 而且有新物质产生的 就是化学变化 最后 让我为你做个小整理吧 自然界中 凡是占有空间 具有质量的东西 最后 让我为你做个小整理吧 可以称为物质 物质具有三态 分别为固态 液态 气态 体积和形状的特性 如表格所示 物质的变化 分为会产生新物质的化学变化 也不会产生新物质的物理变化 最后 给你一个小问题想想 绒麻娃娃里的棉花球 经由压缩后会变小 形状也会改变 那棉花属于三态的哪一态呢 欢迎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